第一陣2022台大校园征才博览会 台大校园征才博览会挤满元潮 300多家企业开出约25000个职圈 各家大厂卯足全力征召心血加入 美系跟台湾科技大厂摊位前 学生询问度相当热络 待遇蛮好的 然后未来的发展性也很好 如果能够进到研发部门之类的话 就蛮想去试试看的 主要就是比较大间的外商 像艾斯摩或是柯磊 对新人的培训就会 是我很注重的一个方面 而台湾领先的半导体产业环境 也大大吸引外国留学生 我希望在研发部门的工程中 台湾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研发部门的工程中 研发部门的工程中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在研发部门的工程中 我从研发部门的工程中 科技大厂抢元才 艾斯摩尔目标招募1000位工程人 新进硕士毕业新鲜人 加季轮班今天年薪上看160万元 实质调薪幅度高达15%到19% 而鸿海预计招募1500名以上 软体应用人才 硕士且薪5.2万元以上 联发科释出2000名以上研发猴手 并超前部署 提供实习生高达7成 预聘正职员工的机会 而台积电今年预计招募超过8000名新鞋 因为公司在做数位转型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欢迎软体资讯相关 AI、Machine Learning、DevOps、SRE 相关的人才加入台积 今年我以硕士毕业的新鲜人 工程师为例的话 他的年薪可以上看200万 不只科技业 金融业也大举招募人才 国泰金控总经理李长庚更亲自出马 7家金控开出至少23000人职缺 全力迎接数位转型 从科技到金融业 人才巧夺相当激烈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玉堂赵婷玉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